高雄美術館 高雄美術館我並不是陌生 因為早在我在台北市立美術館開個展的時候 你們高雄美術館已經第一個收藏我的作品 是我的榮幸 所以我那時候已經來過你們高雄美術館 櫃館 所以我對這個館裡頭的內部 我的空間非常的期盼 有一天我的東西可以掛在櫃館的牆上 那麼這一天在謝館長的一個會員之下 她說動了我 當然這個展覽是做得有點匆忙 可是我覺得時機非常的好 我真是要謝謝她 然後至於我這個文創的部分 原先是我預定是今年年底的明年 是要在台北成品的 那麼當然提早發聲 我代表我僅代表我跟我的年輕朋友們 也要謝謝館長給我們這個一次的機會 所以他們的作品跟我的作品 等等要有勞你們到樓下去參觀一下 那麼我只希望我自己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在從事書法藝術 我也可以說我每一次展覽都讓書法藝術更豐富 因為本身它是一個豐富的藝術造型藝術 我有感於我現在年紀越大 我有感於我們自己的不管是政府 就是我們自己作為一個百姓 也對我們書法藝術最少認識 所以我一直痛在心裡 我這是我們的藝術 怎麼有一天就要讓閒了 所以我很緊緊地我要一次一次把書法藝術的豐富提出來 希望你們大家跟我一起來呼籲一下 因為這個書法藝術是要從小榨根 所以這回歸於就是教育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你們大家來看看我的展覽以後 看看他們文創作品以後 看到書法藝術的豐富性 我們的基礎才需要好好的紮實地打下去 這個是我們台灣我會說僅有的豐富的資源 文化資源 我們會說在某個像 有一點文化的 而這些文化 現在我們可以安補發